之前和大家一次過數了今年裏面十個的港道系列 怎樣?有沒有上K-post下載港道回來聽聽 重溫一下今年你學過些甚麼? 今次想和大家重溫其中三個港道系列 是講我們和神的關係 記不記得一個講敬拜的系列 叫做11am11點 在這個系列裏面我們比較兩種敬拜上帝的態度 當人進入神的臨在的時候 其中一種態度就是以色列人在抗野面對上帝的時候的態度 那個態度是甚麼? 以色列人在抗野最出名是甚麼? 你記得嗎? grumbling 發怨言 發怨言就是怎樣? 我的生活裏面又沒有水又沒有食物 又沒有衣服穿 又不知道目的地在哪裏 前面又沒有去路 後面又有追兵 不如回埃及 我不如自己砌過偶像 不如我找別人帶我 不要跟摩西 你就不斷地不斷地重複 又重複又重複地 來投訴上帝 好像上帝欠了你很多東西 然後我們的生命裏面 就是不停地注目在 我們生活當中沒有甚麼 沒有甚麼 沒有甚麼 摩西和以色列人 差不多 有少少的分別 但那少少的分別 卻是一樣很重要的分別 對摩西來說 摩西一樣很多不滿足 他有一件事他覺得不夠 他有一件事甚至覺得 他很想要更多 那件事就是神的臨載 他很想親近上帝多些 他很想聽到上帝的說話 他很想黏在上帝那裏多些 分別就是 到最後神很生氣以色列人 但神稱呼摩西做甚麼 神稱呼摩西做他的朋友 神將他自己的心意 將他的計劃 將他的律例典章 全部和摩西分享 就好像摩西看到神的面 就好像一個朋友 看到另一個朋友的面 那你呢 過了一年 你覺得 在今年裏面 你進入上帝的臨載當中的時候 你是經常都投訴 你沒有甚麼 還是你覺得 你幻想要上帝多一點呢 另外一個我們講過的講道系列 是講關於祈禱的 叫做進入萬內說話 都是講兩種祈禱的態度 其中一種態度 就是我們一路祈禱 我們不敢求得太大 因為我們真的在懷疑上帝 到底是否真的對我們 完全地完全地好 上帝會不會藏好東西不給我 或者如果他這麼好 真的給了一件好東西我的時候 其實他會不會 他會期待一些東西 他會否背後有一個 Hidden Agenda 他想 其實他心裏面 在想另外一件事 他想搞我 他想整我 他想要求我給他一些東西 到底上帝是否真的 完全地無條件對我們好的呢 另外一個態度 就是耶穌講的態度 耶穌很想 告訴我們 作為神的兒子 他很想告訴我們 天父是真的 完全地好的 所以耶穌也講的那個比喻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祂說 祂說你們中間 你們做父母那些 有誰 如果你的子女來 問你拿個麵包 你會比較石頭 然後你說 兒子 麵包 又或者你女兒想吃食物 她問你拿條魚 你會拿條蛇出來 給他 蛇和魚差不多 都是滑散散的 那都是你拿去吃吧 然後耶穌就說 你們這麼 evil 你們都尚且 懂得把最好的東西 給你們的小孩的時候 更何況你天上的爸爸 豈不是會把最好的東西給你嗎 祂豈不是會把天國給你 祂豈不是會把聖靈給你嗎 所以祈禱的時候 到底我們心裏面 有沒有一些保留 就是覺得 不要求這麽大 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還是 其實我們真的可以信得過 上帝是會無保留地愛我們呢 今年你的祈禱生活 有沒有向著這個方向進步 另外一個也是很重要的 講道系列 講神的說話 神的話語叫做非常道 兩種的態度 一種態度就是 你記不記得 以色列人去到亡國的時候 以西結書講些什麽呢 以西結書就是 人們覺得 沒事的 我們是以色列民 我們是神的子民 這裏是哪裏 這裏是聖殿 聖殿在耶路撒冷 我們有城牆 神的臨在這裏 神會怎樣 難道祂叫我們亡國嗎 不可能的 所以來來來來來 大家不如聽聽神 這個禮拜有什麽說話 這種態度就是 是神的說話為一種宗教娛樂 即你回來聽神的說話 你是想著被entertain 看上帝今個禮拜 所以以西結說什麽呢 他說你講這麽多東西 其實那些人好像很喜歡聽 你知不知為什麽 因為他當你好像一個歌手 走廊歌手在唱情歌 想聽下今個禮拜有什麽 聽得舒服 聽得入耳 令他安樂些 令他安心些 這就是到最終 以色列人最想像不到的事就發生了 就是以色列人亡國 他們的城牆被人攻破了 聖殿被人燒光 然後聖文秘魯 散佈在四海 這就是上帝到最終 當你是我的說話 為一種宗教娛樂的時候 你沒有想著我會由得你 最後你真的會亡國 另外一個態度就是 好像詩人所說 一當一個人是神的說話 唯一一種最寶貴最寶貴的事 他奏入去默想的時候 就會好像什麽呢 就好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 會怎樣 他會按時候結果指 葉子總不敷乾 不知道我們今年 已經差不多做了一年的進入萬來 你的讀經生活是怎樣 你的靈修生活是怎樣 你會不會還是說 哎呀我還未找到那個rhythm 我還是很忙 還是沒有時間 這陣子還是很少做 還是其實你每一天都已經很享受 很嚮往 很等不到每一天 浸淫在神的說話當中 就夜思想呢 作為一個牧者 我經常都有機會去參加不同的婚禮 每次去到婚宴的時候 我都會走去別人的桌子 看一看別人拍下結婚相 看看他們的相簿 那些相簿真的拍得很漂亮 新郎新娘穿到全褲的禮服 然後站在不同的背景當中 拍到真的很漂亮 其中一個我經常會看到的場景 就是類似一所教堂 或者一個chapel的場景 一對新人在chapel的前面 在一所教堂的前面 放很多姿勢 拍了一些令他們一輩子 都可以記得一輩子看回的時候 都可以留念的相片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就是一個人的婚姻的質素 跟他在教堂前面拍一張照片 拍得漂亮不漂亮 兩者之間 其實完全是沒有關係的 即是你在教堂前面 拍到一張很漂亮的相片 不代表你婚姻的質素很好 不代表你嫁得好 不代表你娶得好 不代表你一起生活的時候 生活得好 就令我想起 其實基督徒的信仰也是這樣 你一年到晚 五十二個星期 你每一次的崇拜 你都不會錯誤 每一次你都會翻足 你準時到坐回同一個位 聽完一篇的講道 一篇的講道 每一堂講道 你抄乳士 有些很好的訊息 你經常都會很回味 不代表你基督徒生活的質素會好 不代表你跟隨耶穌跟隨得好 其實信仰就是這樣 我們除了每一次聽講道 我們聽得很留心 有很多的insight之外 其實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講完講得好不好 最重要的事情 是你聽完之後 有沒有實踐神的話 在你的生命當中 一年就過了 今天就開始 由最基本的事情做起 祈禱 敬拜 讀經 Pay attention 在這些地方去努力開始 神的說話 神的靈在你裏面 只要你留出一個 戒菜種那麼小的空間 給祂在裏面工作的話 生命的改變 一個翻天覆地的改變 就可以由那裏開始 朝天上 來自 IPS 也來自利品 在那裏開始 趁機 我想像 在到底 方便 快點